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IM CAFE 我是節目主持人Jack李兆明 我是另一位主持人Ernest,李上綺,大家好 看回今日的港股表現,也挺好,繼續有些反彈 其實今早開市時跌少許 我看跌百多點,回到26,000點 變完之後,就馬上迅速彈上來 最高見過26,650點 升456點 不過慢慢慢慢,一路到下午又回回一點 收市最終就報26,426點 升231點,成交1,600多 也算普普通通,怎樣看下市場 其實今日最大的動力都是來自兩類股 第一就是騰訊 因為官媒關於網友文章的消息調整過度 但是慢慢市場就很快就消費了消息 吸引了一些錢在低位購買 騰訊很明顯,昨天跌幅收窄後 今日就有個反彈 第二就是那些手機設備股 瑞星順宇、英慰藥傳 瑞星等公司就打入iPhone這個供應鏈 可能有機會多點訂單 雖然他們兩個在恒指的比重也不是太高 但其實這個也有些影響 其實都可以推動到那個 很多不少都可以推動到一些 氣氛好一點 還有看到汽車股今天也做得不錯 比亞迪繼續爆升 今天又升了8%,升20多元 歷史新高上升到280元6毫 即是挑戰300元 另外你的汽車也爆上來 又是升5%,28.2元 汽車股最近都表現不錯 好像有些國測、消灑數據也好 新的消息 另外看到表現差的 就有哪些 不用說了 澳門股股一定是差 因為有些新的疫情消息 Delta自虐全球 銀河娛樂今天跌了6.5% 收46.75元 金沙也跌了差不多2.7% 收25.25元 好像以前的肺炎開始 剛剛開始的時候 另外看到有些內需的消費股都一般 例如蒙牛跌1.7% 白威亞泰又跌1.8% 例如豬肉、萬洲又跌2.6% 海底褲也跌5% 似乎這些股又一般 例如恆安也跌1% 好像近來 等業績吧 白威亞泰業績就一般 但其他可能在疫情降溫之後 都已經拆了一段時間 然後可能業績就快來了 會不會說 可能等業績好不好 好不先才有個別的發展 今天我們大標題都說明了 政策市影響到整個市 冰封馬 尤其是上個星期都亂了 然後先說一下這部分 不如見到早兩天突然在騰訊 有些事不如你先說一下 騰訊這部分 你說意料之中也可以 你說意料之外也可以 因為大家的角色都知道 其實市場上對科技的監管 都是落在一些巨壟斷性質的領域 可能外賣 你選擇美團 選擇料磨只可以 電商你只可以選擇淘寶天貓 但是遊戲 除了騰訊 還有整個行業 還有很多參與成績的 你數多有網易 完城那間米花油 還有很多很多的公司 什麼心動 B站也說有參加遊戲 其實遊戲行業 相對二選一的領域 其實競爭是大一些 其實行業集中度是低一些 但是最新一輪的官媒評論 遊戲也成為官媒評論的目標 其實這件事有點像幾年前 當時內地有轉移學兒童的眼睛 對於一些網友有評論 我記得當時騰訊 因為這件事有長期的跌幅 有長達幾個月的跌幅 但是相比上次 今次的言論 剛剛就是第一個版本 那個評論 好像有點嚴厲了 因為形容網友 是精神鴉片 這個是毒藥 這些都是 很嚴重的程度 即是一個網友 對一些人是有害的 雖然很快就刪除了一個文章 但是最新的版本就是 它已經復刊了文章 除了剛才我所說的幾個詞語 但是這個文章是還有的 即是遊戲這個產業 繼其他外賣、電商、金融科技 亦都受到一些官媒的關注 這樣會不會 大家都知道騰訊可能有多麼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產業 這些產業就好像沒有受官媒的針集 但是遊戲正是騰訊最大的收入來源 這件事理所當然地 亦都導致日前的波動 雖然好像最新的文章的措施 好像溫和了一些 版本溫和了一些 但是這個產業好像已經受到關注 在業績公佈之前 它的股價可不可以有些突圍的機會呢 我自己就有些疑問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大型科技股 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 你不如選擇相對少一些受官媒 受到一些輿論注意的產業 可能小米這樣做自行手機 會不會覺得騰訊會少一些官媒的批評 你會不會覺得 你又比較小米騰訊 你都在做低位了 小米好像站得好一點 那會不會說現在你買大型科技股 你是轉去一些政策的風險比較少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騰訊就 我想是出業績 雖然近來有反彈 但是我覺得你說撩底 我覺得暫時 我覺得你看走勢 其實是未脫離險境的 我建議都是等業績出了之後有關 有關於核 delete 你現在發生的角色 你也不信心 會不會覺得 沒有 有關於核心 你也是